大家好,我是乖叔叔家的婉婉 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一部 关于一种新型病毒爆发 撕裂全球 最后在科学家的努力下 得到控制的电影《传染病》 故事开始 女主被私出差国外 期间在一家餐厅 吃了一道非常美味的菜肴 便兴奋地要求与厨师合照 殊不知病毒便在此时 开始寄生在她身上 这个病毒是哪里来的呢? 原来是伐木工砍倒了一棵树 树上的蝙蝠无处生存 便飞进了一个养猪场 再经过传播 猪场里的猪成功地染上病毒 厨师摸完了猪肉又不洗手 就在和贝斯握手时 把病毒传给了他 第二天贝斯在香港转机 准备回家 只是他已经开始出现 咳嗽发烧的症状 但他以为只是没有休息好 并没有太在意 贝斯到家后 热情地拥抱了儿子克拉克 一切好像没什么太大不同 这时香港一个 与贝斯接触过的男子 也开始咳嗽 他还到处乱晃 又去了人员密集的菜市场 因此病毒又再一次扩大了传播 因为酗酒过度 该名男子还没来得及被病毒杀死 就在马路上被车撞死了 同样在日本的一辆工匠车上 一个大叔忽然倒地 甚至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就不治身亡了 除此之外 英国伦敦 芝加哥等地 都有相同病例出现 而贝斯也很快就发病了 这天他如往常一样在厨房做饭 没一会儿怦然倒地 口吐白沫 浑身抽搐 恩德斯赶忙把他送到医院 医生出来后告诉恩德斯 贝斯已经不治身亡了 恩德斯惊讶地说不出话 偷发相信前不久还好好的一个人 说没就没了 然而服务双至或不单行 当他回到家后 发现儿子也口吐白沫死在家中 由于恩德斯近距离接触过病人 于是他也被隔离起来观察 恩德斯的女儿前来看望他 因为没有接触贝斯母子 所以他并没有被感染 恩德斯心里便多少有些未解 这些病例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注意 他们从贝斯体内提取的物质发现 这是一种新型病毒 拥有猪和蝙蝠的基因 只要碰到感染者接触过的东西 就会被传染 是一种接触性感染病毒 相当可怕 而且该病毒的传染 是以二维基数 呈指数型增长 鉴于该病毒的危险性 基夫博士马上让三流实验室的 研究人员停止研究 销毁病毒 随着病毒感染人数越来越多 苏斯曼博士看着无助的人们 便决定放手一搏 在三流实验室里分离出了病毒 并将病毒无偿提供给 疾控中心的专家使用 灾难面前总有人类想发国难财 网红艾伦 网络上造谣说 连翘可以治病 假让自己被病毒感染 又使用连翘 自便自导一出豪气 以此抬高股价获利 瞬间连翘成了短缺物品 一下子就被抢购一空 另一边疾控中心的马力 抵达事故发言地香港进行调查 从赌场调取的监控录像观察得知 贝斯就是病毒的最初宿主 所有死亡病例 都是因为和他有所接触 马力通知了疾控中心的医生 医生便迅速对与近距离接触被死的恩德斯进行检查 发现恩德斯身上有抵御该病毒的抗体 他便顺利出院 恩德斯与女儿在家里待了几天后 淡尽粮绝便外出采购物资 毕竟女儿身上没有抗体 他要时时刻刻保护女儿 警方女儿男友的骚扰 他来一到超市 发现超市早已乱七八糟 甚至有感染病毒的人 吓得他们什么都不敢拿 就跑出去了 街道上也是人烟稽少 曾经热闹繁华的城市 现在就像是一座废城 网红骗子戴着真空帽四处晃悠 赚着不该赚的黑钱 警方利用艾伦好友套出了真话 被警方已过时杀人和证券欺诈逮捕 专家们拿到病毒便开始着手研究疫苗 经过不断的试错 最终在猴子身上发检了抗体 接下来就是要运用到人体上了 当时间紧迫 临床试验下来要几周的时间 艾丽医生只好不顾自身安危 给自己注射了病毒和抗体 万幸的是抗体确实是有效的 所有的制药公司便开始投入大量生产 几个月后 疫苗顺利被生产出来 但由于第一批疫苗数量有限 只能通过摇号的方式进行分配 而基辅博士因为身份特殊 优先分配了疫苗 不过他却将自己的那份疫苗 注射给了清洁工的孩子 另一边警方因为证据不足 加上艾伦粉丝众多 他被保释了出来 出来后的他却不安分 四处传播接种疫苗对人体有害的言论 一段时间过后 大多数人都接种上了疫苗 恩德斯为女儿购买了礼服 为他举办了成人礼 他则一个人看着妻子的照片 怀念妻子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病毒的传播固然可怕 但只要我们相信国家 相信奋斗在一线的百业天使们 总有一天我们会度过难关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要是喜欢玩讲电影 就多多的点赞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